上一回我们讲到航海家郑和在完成了第七次远航的壮举之后,在回到他第一次下西洋的终点古里的时候,因病去世,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那么古里的人们在郑和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所以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直到六十多年以后,一支由四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嘎玛。 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 当他们得知这个地方盛产香料和丝绸的时候,那是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 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之后,达嘎玛是十分得意,他就在科德科德树立了一段标注。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注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 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标注,这是什么逻辑呢? 其实也不用奇怪,这位达嘎玛在他的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处都树立了类似的标注。 用这种丝大乱箭的方式去树立他们所谓的主权,这就是当时西方殖民者的逻辑。 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六十多年之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中国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也曾来到过这里,并且树立了一座封碑。 这是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封碑。 讲完了郑和下西洋的这一段故事,让我们再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 在朱棣的统治下,那个时候是国泰民安,修书,天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这个时候的中国,那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 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个没完,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德意志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面那句话当中的只一俩字去掉。 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国家强大。 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之后,原先的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 元朝皇帝呢,也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 很多国家都不再来朝贡,甚至断绝了联系。 要不说,这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甚至连猫都不如。 儿子朱元璋接手这个烂摊子之后,是历经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渐渐强盛。 而等到朱棘继位呢,这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波。 于是乎,那些以前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的出现,他们进贡的进贡,朝败的朝败。 不过你可千万别把这些表面上的礼仪当真,要知道,他们进贡和朝败之后,那是要求有回报的。 即所谓的锦启,沙罗,金银,细软之物,次之。 要是国家不够强盛,没有钱,你看他们还来朝败不朝败。 之前我们说过,在红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蜀国。 自此之后,朝鲜国凡策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且获得皇帝的许可和正式册封,才可以生效。 比如在永乐元年,新任国王李方元就曾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这个惯例在之后的二百余年一直没有变过。 而正和下西洋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是纷纷前来朝贡,不过呢,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那是十分的特别。 按说,朝贡嘛,只要派个大臣,全当使者来就行了。 但是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 据统计,仅仅是在永乐年间,与正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以及非洲国家使节来中国一共有三百多次,平均每年有十多次,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而文莱,呃,还有满拉加,苏陆,古麻辣朗国,每次来访问的这个使团呀,都是由国王带队,而且这些国王他们来访绝不像今天的那些国家元首们,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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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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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亲王的礼仪后葬了他们 您想想 贵为一国之君 死了之后竟然不愿意回归故土 而宁愿埋葬于一国他乡的中国 可见呀 当年这个大明朝之吸引力之强大 除此之外 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 包括中山山南山北 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 其中呢 中山最强也是最先来的 山南山北也十分的积极 不但定期朝贡 还派遣了许多官方子弟 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 而亚洲的另一个国家的朝贡 也是值得仔细一说的 这个国家就是近代 与中国打过许多交道的日本 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当中 也有日本的身影 在永乐元年 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袁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来朝贡 当时啊 朝贡的国家很多 大都平安无事 可偏偏这个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原来呀 当时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 但是这些日本的朝贡团却不同其他 他们不但自己配刀 还往往携带着大量的兵器入境 在完成外交使命之后 他们竟然私自把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手 顺便呢 赚点外快 估计啊 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 按照今天这个海关和工商的讲法 这种行为那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由范围的违禁品呢 并且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出售 应当给予处罚 大臣李志刚就建议把这些违禁者抓起来 灌两天教训他们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 朱棣显示出了开朗的态度 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失事的危险 这么远来一趟啊 很不容易 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在上文当中并没有说到日本国王 或者是日本天皇 而是用了一个词叫实际统治者 因为在之后 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呢 打很多的交道 所以在这里呢 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 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 进入日本历史 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但是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并不长 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上 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那么到了公元十三世纪 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 这个倾向是进一步深化 这件事情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元平和战 元平两家原本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族 当时啊 元氏的领军人物元赖朝 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元一经的帮助下 打败了平氏 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 这个元赖朝呢 是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家 后来的德川家康是一直把这个人奉为偶像的 他为了更好的控制政权 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 作为武士统治的基地 由于幕府建在镰仓 所以日本历史上称为镰仓幕府 这个元赖朝还给了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 叫做征仪大将军 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 那么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元道义 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 当然了 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当中 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 对于这个来历复杂 不清不楚的将军 中国史书全部统称为 日本王 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 毕竟名分再怎么乱 怎么复杂 那也是日本人家自己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 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 或者是实权大臣来主使的 当然了 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那几位人凶除外 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 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 但在当时 在大明朝的面前 日本还是表现的比较友好的 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的 暂时的 在永乐三年 也就是1405年 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 这个时候的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倭寇 他们经常是四处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 出地大发雷霆 他严厉的质问日本使臣 并让他带话回去 要当时的日本王 也就是那个幕府将军 好好地管管这件事情 这一番辞令 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 那就应该是 如果日本不管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放负责等等等等 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直说呢 那就是 如果你不管 那我就替你管 这个当时的日本将军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 就马上发兵 剿灭了这些作乱的人 并把其中带头的20个人押送到了中国 朱棣十分的满意 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 又让他们把这些人押回日本 由将军自己处置 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使臣走到宁波的时候 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的太麻烦 占位置不说呢 还费粮食 于是就地把他们给解决了 而且用的方式还比较残酷 叫正杀之 由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的日本那还是很实实物的 但是好景不长 不久之后 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 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 从此之后 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 两国的关系陷入低谷 总体而言 当时的大多数国家呀 和明朝的关系都是极为融洽的 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 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 并且开始向明朝朝贡 这个时候的明朝 江域虽然不及元朝 但是已经北底蒙古 西达西域 东北控制女真 西南拥有西藏 并有朝鲜 安南为蜀国 其影响力和控制力 更是远波四方 如此辽阔的江域 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当时的大明 已经成为堪与汉唐媲美的 强大帝国 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 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 不再畏惧异族的入侵 因为这个强大的帝国 足以让他们引以为傲 并自豪的说 我是大明的子民 虽然明帝国是十分强大 但是捣乱的邻居还是有的 也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麻烦 这个最早的麻烦 就是处在安南 安南又称为交旨 在汉唐的时期 是中国的一部分 到了五代时候 中原地区打的是昏天黑地 谁也没工夫管他 这个安南就自立了 但仍然是中国的蜀国 并且交往密切 明朝洪武年间 朱元璋曾经册封过 安南国王陈氏 双方关系良好 自此安南是效仿朝鲜 向大明朝贡 但凡是国王继位等大事 都要向大明的皇帝报告 得到正式册封之后 才可以确认为合法 然而在建文帝时期 安南的瓶颈被打破了 他在国内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 大明对此事一无所知 在永乐元年 安南国王照例派人来朝贺 那么朱棣和礼部的官员 却惊奇的发现在朝贺文书上 安南国王不再姓陈了 而是姓胡 在文书中还自称是陈氏无后 自己是陈氏的外甥 被百姓拥立为国王 请求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 哎这篇文书啊看上去没什么破绽 事情似乎也合情合理 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朱棣 感觉到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 于是呢就派遣礼部的官员 到安南去探访实情 被派出去的这个官员叫杨博 他带着随从到了安南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呢 他在安南转了一圈之后 回到明朝就证明安南国王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属实的 并没有什么虚构 朱棣这才相信正式册封胡适为安南国王 于是呢 安南的秘密就被继续的掩盖着 事后看来呀 这位杨博如果不是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就是受了贿赂了 但黑幕总会有被揭开的那一天 在永乐二年 安南国大臣裴伯齐突然出现在中国 并说自己有紧急的事情要向皇帝禀报 于是他就被送到了京城 在得到朱棣接见之后 他终于以见证人的身份 说出了安南事件的真相 原来呀 在建文帝时期 这个安南的丞相突然发难 杀害了原来的国王 以及拥护国王的大臣 之后呢 他自己改名叫胡一元 并且把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 还设计欺骗大明皇帝 骗取封号 这个裴伯齐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 说的那是声泪俱下呀 还写了一封信 其中有几句话实在感人 他说 臣不自量 敢笑身包虚之中 哀鸣却下 服愿兴调伐之事 继龙爵之意 荡出奸凶 复利臣氏 臣死且不朽啊 这个裴伯齐慷慨臣辞 然而效果却不是很好 因为朱棣啊 是一个保经政治风雨的全场老手了 对于这个说法 他也是将信将疑 而且从裴伯齐的书信来看 很明显这个人的用意在于借明朝的大军去讨伐汉南 这可是一件大事情 朱棣不可能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了 于是朱棣并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安排裴伯齐先住下来 荣厚再谈 然而从年的八月 另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打破了朱棣的沉默 这个人呢 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陈天平 他呢 也来到了京城 并证实了裴伯齐的说法 这么一来 这个朱棣可就为难了 如果这俩人说的是真话 那么这就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 必须出兵了 可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俩没撒谎呢 现任安南国王 那已经是大权在握了 自然会否认陈天平的说法 真伟又怎么样来判定呢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朱棣以前并没有见过陈天平 对他来说 这个所谓的陈天平 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万一要是听了他的话 出兵送他回国 最后证明是假冒的 那堂堂的大明国就会名誉扫地 难以收拾局面 哎 这真是一个政治难题 然而朱棣就是朱棣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解开了这个难题 那位说了 这皇上想了一什么主意啊 哎 大凡年底 各国都会来提前朝贡 以公祝大明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 这个安南国呀 也不例外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呢 安南的使臣如同以往一样 来到了明朝的京城 向朱棣来朝贡 但是他们绝没想到 一场好戏正在等待着他们 使臣们来到宫殿里 正准备下拜 坐在宝座上的朱棣突然发话了 说你们看看这个人 还认识他吗 这个时候 陈天平应声站了出来 看着安南来的那些使臣们 使臣们看清了陈天平之后 都是大惊失色 出于习惯立刻下拜 有的甚至还痛哭流涕 在一边的这个裴伯齐啊 也是十分气愤 他站出来斥责使臣们 明知道现任国王是篡权贼子 却为虎作倡不配为人臣 他的几句话击中了使臣们的要害 安南使臣们惶恐不安 无以应对 老道的朱棣立刻从这一幕中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他拍案而起 力声斥责安南使臣 串通蒙蔽大明 对篡国奸臣不闻不问的恶劣行径 在搞清了事情经过之后 朱棣立刻发布诏书对现任安南国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并且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复 他就要他好看 朱棣的这一番狠话那是很见成效的 这个现任的安南国王胡适 他的答复很快就传到了京城 在答复的书信当中 这位胡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表示自己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 国号年号都没有敢改 现在已经把位置空了出来 诚心诚意的等待着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 这个回答令朱棣十分的满意 他也宽容的表示 如果能够照做 不但不会追究胡适的责任 还会分封给他土地 然后呢 朱棣立刻安排陈天平回国 话虽这样说 但朱棣是一个十分精灵的人 他甚至口头协议和文术都是信不过的 这也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 因为他当年自己呢 就从来没遵守过这些东西 为了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 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忠率领五千人 护送陈天平回国 按照朱棣的设想 陈天平继位之事 那是万无一失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 那就是耸人听闻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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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接着讲